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从今天上午7点45分开始 在台湾海峡 台湾本岛北部 南部 东部 还有金门马祖乌秋与东营岛周边 展开两天的联合军演 5月23号至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次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对此国防部也做出回应 对于中共东部战区今天宣布 要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从事军演 这种不理性的挑衅 跟破坏区域和平的稳定 国防部表达遗憾 国军已经依照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减派海空以及地面兵力应对 大陆官方讯息显示 这次军演项目包括演练联合海空战备 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还有战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